歡迎回來 在今天基隆市長的霸梁投票 剛剛已經完成了投票了 目前進入到了開票階段 GPBS今天派出了近百名的公讀生 進駐到基隆各個投開票所 目前帶給您最新的一個票數 同一罷免票現在是13719票 不同一罷免票則是16442票 目前距離開始有一些些的差距 請持續鎖定我們56頻道 帶給您最新 不過與此同時也要來聊一聊 從基隆投講到高雄委 為什麼 因為很多時候都在聊這個預算問題 明年度的預算 現在吳思瑤的講法是說 和解犯罪或破局 但其實 你們國民黨裡面有人是想審 拜託你把幫忙 讓人家可以做事情好不好 王鴻威直接嗆吳思瑤 說你以為你自己是立法局長在帶風向 甚至還有評論家 這個是波基 他就直接說了 說花三萬九 想要一個三兆總預算 他覺得這個算一算投資報酬很高 這場飯其實說實話 很多人事前都說不要吃 猶如一場鴻門宴 但現在真的去了 然後真的破局了 到底傷到了誰 有些人認為說 要嘛就是一個黑白臉的遊戲 也就是賴清德扮白臉 說你們趕快去吃 然後讓卓榮泰扮黑臉 還是說其實呢 根本都是總統一個人的武林 一個人的意思 傷的會是他的誠信 還有威信呢 卓榮泰在今天呢 他其實昨天來到了高雄 那到高雄第一句話是什麼 說對不起我們來晚了 真的是有點晚了 原因是因為 過對於水災來說 已經過了一個星期 他才來 但是來絕對不會是空手來 不會像吃喝解飯那樣 兩串交去 這一次跟大家講 絕對會一起來幫忙 陳其邁說要爭取的資源 預算一次要給到足 包括什麼 他們要從各個部會 東挪西挪 挪出了159億元 還要再加上明年度的 治水預算達到551億 希望呢 要一定的讓這個預算通過 然後讓大家高雄人過得更好啊 你東挪西挪都可以挪個159億 到底為什麼原住民那一些 補償 這個禁法補償26億 你挪不出來 大家也要打一個問號啦 但不管怎麼樣 治水這件事情 高雄以前拿的錢少嗎 可是現在你看到是什麼 是美術館豪宅第一排 會變成淹水第一排 還有這個真的是很心酸 露宿倒了沒人休 這在哪裡 這其實在大寮 好這個里長叫做蕭清祥 他先前在颱風天的時候 起家公已被辭職 原因是因為他認為 根本就民眾的壓力來之後 他去承報 然後一點回應都沒有 現在還說了 因為主翁派他來到高雄 跟大家講說 那個大寮的那個里長 跟他講啦不要啦 我們會幫忙他啦 陳其邁也慰問他啦 他一點都沒有感受到任何的助力 他說他前一陣子還打電話說 你看這個路數 這個路數就這樣橫跨到 人家的屋頂上 壓到了電線 他說打電話去公園處 請公園處的人來幫忙修一下 然後呢 就沒有然後了 他就想問 你們都是公水保機啊 你們就這樣講一講 然後呢沒有人要來幫忙啊 就只是一個口號而已嘛 那清德現在說 多編159億 可是問題是了 治水的預算 前瞻預算裡面還有百項沒有發包 好理由很多啦 說呢基本上現在還有23案 那執行進度呢未達5成 這一些的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啊 比如說工程費在漲啦 或者是有各式各樣的問題啊 才會造成有這樣子的一個工程延宕啊 但是不管怎麼說 就是這真的是錢的問題 還是其實是人的問題呢 另一個是什麼 能源的問題 台南這一邊 現在說因為 要所謂未來變成綠能等等 我們要增加火力發電 蓋哪裡 蓋台南 沒當機啊 郭國文昨天超級生氣 來聽他的質詢 廢核的結果難道要讓台南來承擔嗎 這個委員這樣講 麻煩你回去 計算清楚好不好 委員這樣的講話有一點沉重啦 全部都是設在這邊 而且 你現在就開快車 開到後來已經會冰車 好很少看到 這個我們的國文委員 在質詢民進黨的委員的時候 這麼生氣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現在呢 在台南這一邊 我們都知道 光電很蓬勃的發展 那突然之間呢 他要蓋電廠 這個電廠 據說郭國文先前曾經擋過 現在又再一次的 要回來蓋的時候 他就直接要問 為什麼廢核的結果 要台南來承擔 如果說啦 廢核的結果 台南不能承擔 那大家也要問 到底誰要來承擔 在地 看得很清楚 謝隆健直接告訴你 這個是因為市長初選啦 個人有個人的地盤 個人有個人的選票 個人有個人的護航 當然就會有一些抗爭了 好 可問題是 以前講到了 非核家園 講到了必須要廢核 然後用其他的方式 來補充的時候 他們是怎麼講的 還記得他嗎 好久沒有看到 他現在賴品瑜 那個時候說 核電 從幾個批 還有什麼 還有的是我們蔡英文 後來說台灣的未來 絕對不會遇到缺電危機 但現在 要蓋一個發電廠 還是我們的經濟部長說 發電廠一定要蓋起來 就不會缺電 結果 民進黨的立委 反對了 請教一下賓哥 你怎麼樣來看 很多時候不同的位置 會有不同的說法 現在吳思耀 在他的位置上的講法是說 你們其實有國民黨想要選 想要審預算 就是因為你們黨 讓你的同僚選不到預算 其實我跟你講 吳思耀你知道嗎 民進黨內很多人 也想審預算 不是想審預算 他們很多人覺得 我們就把預算編上去就好了 幹嘛搞這種事情 26億很多嗎 對啊 那哪有多少 就編上去幹嘛 為了這種小事情去 搞了朝野對立成這樣 有什麼意義呢 吳思耀 你自己心裡頭很清楚 我知道你知道 講這有什麼用 問題是你們現在就是疫情走狗 我們也是不要太 你們現在就只能聽賴清德講的話 賴清德叫你幹嘛就幹嘛 就是這樣子而已 你自己把自己做得這麼低賤 那能怪誰 所以無事要你自己去好好去檢討 你自己 那我必須講 我覺得高雄的治水問題 我們已經講了不知道多少年了 我跟葉宇認識多久就講多久了 真的 從做外場開始 就聽到鄉親有很多的說聲音 那請問一下 我們是沒有別人預算嗎 我們都有別人預算 每年也都在執行 那為什麼每年還會出同樣的問題 是單純的預算不夠嗎 還是編了錢 你們拿去做別的事情 沒有真正去做到治水方面 我跟你講 現在高雄鄉親不要再被陳其邁 跟走龍太騙了 他們現在說他們好不容易 一發出來爭取什麼什麼東西 請問一下 你今年是沒編預算嗎 有啊 你今年明明就有編啊 那編了預算 你也告訴我們執行率很好啊 那請問一下為什麼沒有發揮作用 你告訴我 所以明年再給你們錢 再去編了這些預算 結果還是一樣打水漂嘛 因為你們根本就在騙人嘛 我給你這麼多錢 結果每年做出來效果都一樣 那請問一下 我到底給你這麼多錢 你到底在幹什麼 我們給你錢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要看到效果 結果你完全沒有做出來 請問一下你到底在幹嘛 然後明明他們執行率就低 低到一個不行 結果呢 結果他們 你知道水利署還強掰 說我們全部都執行的 幾乎是接近百分之百 那如果接近百分之百的話 那就好玩了 那水利署請你告訴我 是不是編這一計畫 完全沒用 如果你的執行率都百分之百 你都錯了 那請問一下 那為什麼對治水 一點幫助都沒有 你告訴我啊 為什麼 所以我跟你講不要騙人了 你們這些錢 都不知道花到什麼地方去 然後郭國文你現在跳出來 一副一份舔贏的樣子 好像說為什麼要我們台南來承受 首先為什麼要台南承受 你知不知道 核四公投的時候台南反對的最多 這有什麼好講 那就台南承受 再來一個更重要的 台南建那麼多光電 你為什麼沒有出來反應 你在當立委你是死人啊 你為什麼不講 為什麼現在突然之間要建這些 火力發電廠的人才出來反應 很簡單 立之所趨 因為光電有人能夠賺到錢 你建火力發電廠 有一些人賺不到錢 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我想什麼大家應該都聽得很清楚 好 預防委員那個時候就特別講了 然後他說 蔡英文時代猛貼海南光電的時候 郭國文一句話都不講 現在突然講了 而且他講的時候 他在質詢的時候很明確的 提到一件事情 這個他曾經擋過 現在又死灰覆燃了 他其實就會覺得說 動文遂寒嗎 來請教強哥 其實郭國文我覺得是一個指標 你看他的關鍵值在講 廢核的代價 他知道廢核全台灣付出慘痛代價 在民進黨裡面 這已經算是很大突破的論述 廢核要付出慘痛代價 只是反對在台南付而已 那請問要在誰哪裡付 廢核這麼大的代價哪裡付 台灣今天整個能源政策失敗 就從廢核開始 就從民進黨的廢核開始 郭國文是直接挑戰民進黨的神主派 但是我跟各位講 為什麼會有今天這個狀況 我覺得民進黨立委都快造反了 真的你不要以為現在是 一般的民眾受不了 是什麼在野黨受不了 民進黨立委都快受不了了 撐不下去 我今天就先跟各位說 今天我要跟賴清德講 罷免現在這個在基隆金 不同於罷免已經贏了4000多票了 贏了4000多票了 你們等著慘敗吧 等到你們慘敗的時候 我就要問賴清德 你還要再繼續 在總預算上面 然後你要繼續強硬下去嗎 你的民進黨立委們好好想想 你們還要繼續靠造謠 你們以為就可以去 強度觀山嗎 基隆就是一個造謠的範例馬 民進黨造謠的範例馬 民進黨就太民棄自己的造謠能力了 那你現在看現在這種趨勢 維持下去 民進黨很快在基隆 就要踢一個非常大的鐵板 不只是過不了25% 也會被不同意罷免票大幅超越 就這麼簡單 那這種情況之下 我就要問你今天民進黨 你還不轉彎嗎 我在立法院已經看到民進黨 其實有很多開始鬆動 甚至開始自我自亂正角的情形出現了 第一個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 基本上你看到賴清德 他不是下令要全勤嗎 對不對 民進黨很好笑 他下令全勤第二天 因為民進黨可能來不及 黨團來不及反應 沒有假動 所以第二天 51個立委只來21個 夠丟臉 我覺得賴清德一定發怒了 震怒 結果再下來禮拜五 假動 民進黨假動 我看 因為我有去 我就看到民進黨假動 我就說 問黨團他們為什麼要假動 今天是要決戰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情 對 發生什麼事 黨團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 說不知道 奇怪 他為什麼要假動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最後什麼事都沒發生 你那個屏東的 就像郭國雯從台南要上來 屏東的高雄都上來 你覺得他們心裡會不會埋怨 他們絕對問 他心裡一定有一個很大的差差就是 你賴清德不是沒當過立委 你當台南立委的時候 你有權勤嗎 那你今天叫大家權勤 權勤上你要有個決戰的成果 我也沒有 你今天到這邊 就全部坐在那邊 然後一件事都沒發生 那你就把所有人 南部的民進黨立委 全部綁在台北 所以郭國雯開的這一槍 廢核的代價這一槍 其實是民進黨重大警訊 連神主牌郭國雯都要挑戰的時候 那我就想問一件事情 那今天罷免 如果說今天的結果是 民進黨是慘敗的話 那我告訴你 你民進黨接下來真的 好好收拾你們的後果 好 講到了預算 因為每一年的治水預算 大家都會來檢視一下 到底怎麼分 那怎麼調配 卓榮泰現在來到高雄 就跟高雄的鄉親講 每年的一定會過 今年我先給你送錢 已經找到了159億 各的羅來羅去 這樣給他挪出來 來請教博弈你會怎麼看 賴政府 114年度的總預算 直接調高整體的治水預算 到551億元 比我們今年多編了159億元 漲幅高達40% 感覺非常用心 想要努力的來解決治水的問題 但我跟大家講 治水真的不是光靠砸錢就可以 你錢再多 沒有對症下藥浪費時間 像台北市是個盆地 所以我們對於淹水的問題 我們怎麼處理 除了清水溝 這些基礎建設之外 我們會加提防 或做很多的抽水機 以防有任何意外的時候 能夠讓台北市 不要受到淹水之苦 那你高雄做了什麼 我也問得很清楚 老實講 我不清楚 我看到了只有高雄 活動辦得很多 演唱會辦得很厲害 好多年輕人來玩 宣傳非常的厲害 但你實際上下完雨之後 每下避淹 幾乎不用看了 沒有逃過任何的一次 這種情況之下我老實講 與其花那麼多的錢 給地方做治水 倒不如要求各地方縣市政府 把基本工給做好 水溝到底有沒有派人 去好好的通 包括我們所有的水溝蓋 到底有沒有余設 只要把這基本工做得好 我相信對於淹水的事情 會大幅的減少 而且不用花很多錢 因為那是原本的預算就有的 所以現在感覺起來 賴政府花了非常多的預算 增加了很多的錢 想要改善淹水等等的問題 但是這個錢到底有沒有花在刀口上 我覺得民眾都在看 不要把那些錢通通去 給可能是綠油油 或者可能給的是某一些 重要的地方綁裝的一些預算 這些錢花下去了 沒有錯 對你選舉很有幫助 但我老實講 對於我們的國家 對於人民的生活 一點幫助都沒有 這完全是土地 個人行為的錢 我真的覺得 強哥代理法院 這種多餘的錢 該要做處置 就要做處置 不是讓他們為所欲為 絕對不能這樣做 再來就講到台南 郭國文受不了了 為什麼要蓋這麼多的 天然氣發電廠 之前那個蔡英文怎麼說 他說台灣不會遇到這個 所有缺電的危機 當然啦 不會遇到缺電的危機 因為如果遇到了 換一個經濟部長就好了 經濟部長 他說兩年之內 如果這個有補貼電價 還有缺電的話 我就走人 完全是莫名其妙 郭國文這時候站出來 大家覺得好像真的 非常有正義的態度 要跟各位報告 我個人覺得 那都是演戲作秀 為了選舉而已 因為天然氣發電 說實話 就是火力發電的一種 一樣會污染環境 所以如果郭國文不出來 表個態的話 那下一次要不要選 不用選了嘛 民眾一定反彈 但是表態完之後 罵得很兇完之後 真的會改變什麼嗎 跟各位報告 一點都不會改變 民黨繼續會推他的非核家園 繼續的不用核能 最後的結果 是我們全民一起來買單 一起讓我們健康 受到犧牲 受到傷害 好 要蓋給您最新的一個訊息了 這個是在今天 金融市長謝國良的罷免投票 目前正在開票當中 我們TVBS派出了近百名的公讀生 進出到金融市的各個投開票所 帶給我們最新的人工計票 目前所看到的同意罷免票 是3萬853票 不同意罷免是3萬7千2百 3萬7千379票 好 票數已經開始在拉開當中 6千多票的差距了 請隨時鎖定56頻道 帶給您最新 至少有